一个陨石坑的诞生需要突破重重关卡 首先需要通过与大际层摩擦的考验 因为大部分流星落地前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其次还要刚好能坠落在陆地上 而海洋覆盖的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 所以成功率又更小了 最后好不容易砸出一个坑来 还要面临着亿万年的地质变化 往往都变得面目全非 这些也是地球上发现的陨石坑 远远少于月球的原因 接下来陨石又去哪了 为什么在陨石坑里几乎见不到它的踪影 全砸碎了吗 实际上这些坠落的天体 在接触地面的瞬间 就被压缩成了高温高压的状态 直接产生了固体的气化 如今周围能找到的就只是些残渣了 所以之前提到乌鲁鲁的行程 还有一种陨石说 现在看来也就没那么靠谱了 那么陨石坑都分布在哪里呢 目前全世界大大小小 可以明确地一共190个 这张图上圆圈的大小 代表了陨石坑的直径 灭绝恐龙的元凶就在这里了 直径150公里 是由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超过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而成的 然而最大的在南非 直径300公里 出现在20亿年前 最年轻的在沙特阿拉伯 小差意思是直径还不到1000米 它的直径110米 降临才不到200年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中国板块上的坑非常少 也许因为这里是一个被各种板块东拼西凑的结果吧 下面来看今天的主角澳大利亚 作为一个唯一能够独享整个大陆板块的国家 也经常被称为澳洲 而澳洲大陆又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定的板块之一 所以陨石坑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高 尤其是质量 也就是说陨石坑被撞击至今 样子保持的完整性 目前地球上保持最好的是美国的流星陨石坑 其次就是澳洲的Wolf Creek 也被国人取名为狼西 陨石坑的尺寸取决于天体的材质 直径 坠落角度和速度等等 这就是12万年前被一颗直径15米 重达17000吨的小天体 以15公里每秒的速度撞击而成的 形成了这个宽875米 深60米的坑洞至今保存完好 狼西坑的中间是一片绿洲 这是由于雨后坑内积水 让凹陷的底部特别滋润 在干旱的荒漠中显得那么突兀 今天这里还得到了保护 四周都被围起来防止牲畜的破坏 有水的地方就有红蛇 当地土著部落相信 大陆上每一个陨石坑的下方 都有一条隧道相互连通 因为它们是巨大的彩虹蛇 从地下窜出来时形成的 最为人熟知的还有2005年澳洲同名恐怖片 狼西 讲述了几名背包客深入澳洲中部探险 在这里遇上了史上最凶残杀人狂的故事 澳洲的其他陨石坑也是各具特色 比如Spide曾被美国宇航局描述为一只巨大的蜘蛛破土而出 而在被确定为陨石坑之前 连地质学家也无法解释这样奇怪的结构 Yara-Buba的形成可能还解救了21年前冰封的地球 而自澳洲大陆有人类居住以来一共形成过三个陨石坑 最著名的是Henbering 仅诞生于4000年前 今天它就位于几个土著部落的交汇处 坑里收集的雨水也成为了重要的水源 部落长老们坚定地认为 自己的祖先曾经亲眼目睹了这场火魔降临的事件 一方面他们将流星现象与死亡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他们对地球生命的起源有着自己的理解 一切都源于从天而降的岩石 就好像天上那只一秒下的蛋坠落到地面 破碎之后在世间播种 大家知道在现代人探究生命起源的过程中 最著名的米勒实验证明了 从无机小分子转换为有机小分子的可能性 但并不完美 近年来在海底超生冤带的热液喷口附近 又发现了适合化学物质转换为有机分子的环境 并证明了生命的诞生并不一定依赖于阳光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能真的验证了澳洲土著的解释 1969年7月20日 人类首次登陆月球 也许是作为宇宙的回赠 两个月后的一场流星雨 坠落在了墨尔本以北160公里的墨奇森小镇 这些陨石非常罕见 其中的碳化硅颗粒年龄达到70亿年 比地球和太阳的年龄都大了25亿年 最最关键的是墨奇森陨石的表面发现了氨基酸 这可是地球生命的基石 也是碳氢氧氮四个构成生命必备元素的最佳组合方式 这就意味着早期的地球完全有可能被这样携带有机分子的彗星猛烈撞击过 这种感觉就像上帝突然抛出了一条寻找生命起源的线索 让我们开始重新认知地球生命的诞生和演化 甚至意识到氨基酸很可能是连接宇宙里所有生物的生命链 而科幻小说里龟基生命形成的条件更加苛刻 但凡可以首先出现碳基生命的地方 都没有必要再费这番功夫了 相信不久的将来人类还会解密更多的陨石坑洞 也期待着更多的神话传说得到印证 下集我们将一起探究多次提到的澳洲红蛇 又与中华龙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